這些構建都是非常精美 另外還有非常精美的彩繪 這裡面的故事性就非常非常多 所以彰化的這些古蹟建築的特色是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的特色其實是蠻多元的 因為我們這邊的彰化古蹟大概從300年開始 然後在從早期的先民 就是從那個從教化這個彰化古蹟開始 那我們就有非常多的這個廟民類的這個古蹟 那另外我們也有幾棟非常精美的民宅 因為我們彰化是比較早期開始的 那所以說我們會有幾棟非常精美的這個這個民宅 這也表示彰化在開台之初我們是一個非常束縛之地 才會有這麼多有輕人 然後去蓋這麼做精美的豪宅出來 這樣現在所謂的豪宅出來這樣子 我是負責到各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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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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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的的古蹟 然後進行那個以上的紀錄以及現況的勘察 嗯那你本身是彰化人嗎 你覺得這項的一個計畫對你對故鄉的了解是不是有比較大的一個幫助 有因為我先前其實雖然我是彰化人 可是我先前也沒有跑遍彰化各個地區 那透過這個計畫 那我走遍的那個各個鄉鎮 那也了解了當地的狀況 那你在這個過程當中聽說 你這樣紀錄還有一開始就用空拍的技術是不是 那計畫期間剛好是因為空拍機正在開始流行使用 那另一方面是因為彰化線 呃多數的古蹟 它因為呃 這個該怎麼講 它的建築規模並不是 並不是用一般的攝影角度就可以拍出它完整的架構來 所以會比較適合用空拍的角度進行切 所以有很多都是用空拍機去去紀錄它的一些身影就對了 我們就就是用空拍的方式去紀錄它的平面的配置 嗯